标志这次带来的是一部概念版移动残车 根据标志的官方说法 以旗下人气商用车Expert为基础打造的概念残车 是由来自标志团队的设计师与法国知名生蚝供应商携手合作 希望让消费者亲眼见到生蚝材料的完整过程 达到出创新个人化的行动生蚝餐车 为了达成使命 标志团队设计在车内安排了包括冰箱水槽热水器 储存空间和伸缩吧台等设备 而被控制在1米9的车身高度 也让这台车即使在地下停车场也能正常运用 这辆移动餐车可说是吃货最爱看到的车辆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